三四葉的時候 三四葉去看有什麼特色 杜鵌 杜鵌還在 杜鵌還沒有露光 這個時候你走在彰老樹下 非常的香 彰老樹在開花的時候 我只對有智慧人講 凡是沒有聽懂人 我跟大家報告 在這個做中原補助的時候 注意一下通常會有一隻竹子 一根竹子 你知道嗎 你去注意看它的竹子放有多高 你放有多高就表示裡面 裡面準備的生理要有多少 這個就是有那個呢 中原普渡有故事 中原普渡有兩個佛教、道教都在辦 所以說七葉 農曆七葉 他們叫什麼葉 吉祥月 教校業 要人家孝順 佛教是什麼 牧連舊母的故事 那道教是什麼 是地關 地關 就是天關、地關、水關 地關的生日 17月15號 你知道嗎 其實他也是在教校 他告訴我們什麼 連不認識的孤魂野鬼 我們都照顧 那請問你 你自己的親娘、親爹 要不要照顧 人家 你看 我最喜歡的 解決事情 嗯